你知道吗? Honda Civic 诞生至今已经 48 年了 在这 48 年里面 Honda Civic 已经成为了 Honda 最畅销的车款之一 同时从第一代的 Civic 开始 它就已经在我国进行了 CKD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Honda Civic 48 年的历史 1972 年第一代 Honda Civic 正式增产 它是为了应付石油危机而诞生的小车 在当时的 Civic 车身尺码是非常的小的 就和现在的 Asia 差不多 同时 Honda Civic 也是第一个 符合了这个全球最严格发规 马斯基发规的车款 它所搭载的 Civic 系细引擎 最大马力大规约是 50 匹 匹配的是 4 速的手排变速箱 还有 2 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款车以省油耐用获得了北美消费者的青睐 第二代的 Civic 是在 1980 年登场 它继续搭载了这个 Civic 系细引擎 引擎的排气量 约为 1.3 公升 还有 1.5 公升 它同样延续了低排放 低油耗还有耐用的优点 巩固了 Honda Civic 的优势 而一直到现在 Honda Civic 都还是 北美市场最畅销的车款之一 第三代的 Honda Civic 是在 1983 年登场 它采用了 Honda 全新的 D 系列引擎 同时 Honda 也为第三代 Civic 增添了一个叫做 CR-X 的车型 这个 CR-X 的车型 你可以看作是未来 Honda CR-Z 的出现 另外在日本市场 Honda 也为第三代 Civic 增加了一个叫做 CR-X 的运动版 最大马力 122 HP 0-100 的加速 只需要 8.9 秒 另外第三代 Honda Civic 采用了 Honda 非常经典的运动造型 它一直沿用到第四代车型上面 成为了 Honda 其中一个经典 1988 年的第四代 Honda Civic 我们习惯叫它 Civic EF 同时它也是让 Civic 从这个省油耐用的小车 变成运动化的重要车款 首先它的前悬吊采用了 Double Wishbone 后悬吊则是采用了 Moudi Link 另外呢 Honda 还为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SIR 的运动版本 搭载了名垂前骨的 VTEC 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了 160 PS 的大关 第五代 Honda Civic 呢 我们习惯叫它 EG 或者是猫眼 它采用了一个非常流线的设计 运动化的感受是非常的强烈 同时呢 不管是在什么国家都好 这个 Civic EG 呢 都搭载了 VTEC 的引擎 在其他的市场是 B16A 至于在我国则是采用了叫 D15B 的 VTEC 引擎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 V 啦 第六代的 Honda Civic 呢 也就是 EK 或者是 EJ 这款车型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消费者都相当的熟悉 它全车系统搭载 1.6 的引擎 但是有分成 VTEC 还有没有 VTEC 的版本 在我国的版本最大马来是 130 HP 至于在日本呢 它则是有 170 HP 的马力表现 同时呢 第一代的 Civic Type R 就是诞生在这个第六代 Civic 上面 它采用了一具 B16B 的 VTEC 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了 185 HP 是当时非常非常热血的小钢炮 第七代的 Honda Civic 呢 是 Honda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第一款 Civic 相比起之前的车型呢 这个 Honda Civic 第七代比较冷门 它采用的就是一个 1.7 的 IVTEC 引擎 还有 2.0 的 IVTEC 引擎 同时呢在这个 2.0 的 IVTEC 引擎上面呢 我们还首次看到了 Honda 的五速平行轴自拍变速箱 只是这款车因为它这个定位的转变 变成了一款家庭房车 所以在当时的消费者呢就不是太喜欢这款车 所以这款车其实能见度还是蛮低的 第七代的 Honda Civic 呢 将前悬吊的 Double Wishbone 改成了这个麦花城 主要的原因是要争取更多的引擎式空间 因为呢在这一代的 Civic 上面 Honda Malaysia 推出了我国的一款混合动力的房车 也就是 Civic Hybrid 它采用的是 1.3 的 IMA 引擎 这个第八代的 Honda Civic 呢 我们习惯叫它 FD 它也是一款神话 因为它到现在为止它的二手甲还是非常的硬 而且它的设计你今天看完全都不会过失 它的外观就不多说了 先讲它的内装双层式的设计数位化仪表 现在看还是很帅对不对 在引擎方面呢 这个 Civic FD 呢 拥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8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就是我们熟悉的 K20Z 另外呢 马来西亚也是唯一一个 除了日本以外 有官方引进 Honda Civic FD II Type R 的国家 另外呢在 2007 年的时候呢 Honda Malaysia 也为这个 Civic FD 引进了混合动力的版本 也因此 Honda Civic FD 在我国总共有四种引擎 分别是 1.8 自然进气 2.0 自然进气 2.0 Type R 还有这一个 Hybrid 的动力选项 就是这样 第九代的 Civic FD 呢 我们叫它 FB 虽然它继承了 FD 的光辉呢 可是它的销量其实也并没有很出色 同时它也是 Civic 历史上面 最短命的车型之一 它一样沿用了 1.8 还有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本地也有着一个混合动力的引擎可以选择 只是这一代的 Civic 上面 我们看不到 Type R 的车型 现在还在贩售的 Civic 呢 我们叫它 FC 同时呢 它全球采用一个规格 以前的 Civic 啊 还有什么欧版啊 美版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全球都是同样的设计 这一代的 Civic 呢 它有 3 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 Ceylon Coupe 还有 Hatchback 不知道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车型呢 我个人其实是喜欢这个 Hatchback 啦 跟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 Hatchback 很容易改成 Type R 嘛 其实呢 Honda Malaysia 对马来西亚市场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 FD II Type R 之后呢 我们又有了这一个 Honda Civic 的 FK8 纽伯林 最速前驱车 这款车是在 2017 年的年尾发表的 它在当时呢 它有着这个 320 PS 最大马力 400 Nm 的峰值扭力 同时呢 为了符合这个排放法规哦 所以 Honda 为它搭载的这个 2.0 的 VTEC Turbo 引擎 这样的马力很出色 所以它的 0 到 100 只需要 5.8 秒 目前呢 它也是马来西亚市场很少见的这个 手排钢炮 而且性能表现相当的出色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个红头的 VTEC 啊 再也没有以前的 VTEC 高转的魅力了 但是 NA 还有 Turbo 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中国有一句话是 思域不改不如推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人 买了这个 Civic 之后都会去改车 你是不是改车一熟呢 如果你改车的话 你会比较喜欢改哪一代的 Civic 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